完喽,水变成红色了喽,全部是红色了 好吓人喽 忘了忘了,春天飞,春天飞,红色了 原来,春天飞,春天飞 写在里面上,写大银 写的写真 写的写真 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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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西重佐是龙州县龙州镇民族小学附近 一座二层商铺突然倒塌 至少五人被困 楼房坍塌瞬间的画面曝光 监控视频显示 事发时有学生在店面里 31日 广西重佐市龙州县政府通报称 中午11时56分 龙州县龙州镇白沙街106-6号房屋倒塌 初步核实四人被困 截至下午3055分 已搜出四人送医 央视新闻称 房屋倒塌后初步核实五人被困 监控视频显示 现场房屋在不到五秒之内急速坍塌 腾起巨大灰尘 立即变成废墟 事发时周围有不少学生 附近商户称 听到声响后 出来一看是文具店坍塌 听见哄的一声 很大声的 我受到惊吓 也跑到外面来了 就看到文具店坍了 知情网民留言 今天中午发生的事 那栋楼一楼是一个文具店 当时里面还有小孩 后来发生坍塌时 老板娘把孩子推出店外 自己也跳出来了 我妈刚逛街回来亲眼看见 恐怖的要死 5月31日 江西省平乡市上利县金山镇一气修店 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一栋民房倒塌 至少三人死亡 25人受伤 网传的视频显示 在爆炸的瞬间 巨大的橘色火光冲天 视频显示 一栋沿街楼房爆炸了 几乎变成废墟 大面积房屋倒塌 倒塌房屋周边为四层楼房 现场有很多人围观 从视频可以看到 爆炸的威力非常强大 周围车辆被炸得面目全非 浓烟仍在不断生腾 底面上散落着大量房屋残片 甚至空烫烟上去 天临的 上海 上海 中央的 哇操 哇操,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哇操 真牛逼 真牛逼 哇操,这不都撞了 哇操 太牛逼了 不撞了 这风有几节 豆沙工程 大喊就说 好工程他能懂吗 没错 又撈一笔 撈一笔不说 前头还撈一笔 一两笔 撈两笔了,豆沙工程 你看看 有热光啊 我看 看 哦 哦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叶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G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